欢迎收看每周360 在节目开始之前 希望正在经历水灾的各位能够安然无恙 并且在水灾之后 尽快的恢复正常的生活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上个星期发生的所有车坛大消失 第一则新闻对于各位爱车人士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全新一代的 Subaru BRZ 正式确认在 2022 年进军我国市场 新一代的 BRZ 同样的还是采用了后轮驱动的设定 并且经过原厂重新调校的悬调设定以及更高的车体刚性 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好的驾驶体验 除了在驾驶体验上面升级之外 原厂也为它配置了全新的 2.4 公升水平对握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 228 PS 峰值扭力表现 250 Nm 在引擎的马力跟扭力都进行升级之后 这辆车的加速表现也变得非常的快 根据原厂的数据 它的 0-100 加速表现只需要 6.4 秒 在这个极具的跑车中虽然它并不是最强的那个 但是这样的表现也很少有对手可以超越它的 而在早前的这个 Subaru XP 小改款活动上面 这一个 Moto Image 的高层就表示 这款车确认会在 2022 年引进我国市场 而根据网络上的一些传闻 这款车的售价大概会在 23 万令吉左右 跟上一代的价格是差不多的 在操控表现升级引擎动力加强之后 价格跟上一代差不多 你们觉得这个 BRZ 是不是一个值得买的小跑车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面留言 第二则新闻就是 广汽传奇确认进军我国市场 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有报道过 就是这个广汽传奇有计划进军马来西亚市场 而且它已经跟陈畅集团签署了量解备忘录嘛 实际上近日我们根据内部人士的消息指出 他们已经确认了 真的会来马来西亚市场 而且预计首款进军我国市场的车型就是 GS3 它是一台 B Segment 的 SUV 这款车目前已经在菲律宾市场上市 它载载的是 1.3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 137 ps 峰值扭力表现 202 牛顿米 虽然说不上出类拔萃 但是这款车实际的动态表现应该不差 不过目前我们还不知道这款车的详细上市时间 不过可以确认的是因为吉利跟 Proton 合作之后 他们在马来西亚市场获得非常好的成绩 鼓励了其他的中国品牌进军我国市场 如果各位是打算买车的话 会给这一个品牌一个机会吗 第三则新闻 Proton 终于要有取代 CAMPRO 引擎的新引擎的 这个引擎就是 GEM 3 引擎 大家听到 GEM GEM 会不会想到灯子漆 其实它并不是灯子漆啦 这个是引擎的代号 GEM 3 它是一具1.0公升的三缸涡轮增压引擎 并且具备缸内直喷技术 最大马力表现是 136PS 风震流率表现 205Nm 这个引擎数据跟 Proton 自己的 1.6 公升涡轮增压引擎是非常接近的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它的排气量只有1.0公升 而且它具备的低排放以及低油耗等等的表现 所以非常适合取代 CAMPRO 实际上自从 CAMPRO 在 2004 年首次出现在这个 GEM 2 上面之后 在马来西亚市场已经有接近 20 年的时间了 理论上它早已经到了应该退役的时候 但是GC 这一具引擎会被 Proton 持续使用到 2027 年 所以我们预测 这个 GEM 3 引擎如果真的来到我国市场之后 可能会在 2025 年之后才看得到它的声音 目前这具引擎实际上在中国是非常少有激励的车款使用 那么如果来到马来西亚市场之后 你觉得什么车款会使用这具引擎呢? 第四则新闻 Mazda CS30 讲在我国 CKD 其实这个消息应该不算是一个新闻了 早前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传闻 甚至连原厂的高层也确认了 这款车会在我国 CKD 而什么时候会进行呢? GC 就是在明年 因为目前这一款车在日本市场已经有经过了一些更新 而且我们猜测 这款车的 CKD 版本就会是这个更新的车型 引擎的部分同样的搭载这个 2.0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以及 1.8 公升的柴油涡轮增加引擎 但是在规格上面会有一些调整 而且相信在 CKD 之后 它的价格也会有所下调 就好像一开始的 CS5 以及 Mazda 3 一样 除此之外呢 这个 Mazda 3 也即将在泰国市场进行生产 我们猜测未来我国市场所销售的 Mazda 3 将会从泰国进口 这样一来 Mazda 3 的价格 同样的也是有期望 出现一些调整 但是这个调整的幅度应该不会很大 我相信各位 Mazda 的车友应该非常期待这两款新车吧 它们的升级版本都要来了 所以大家如果对它们有兴趣的话 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 有第一手消息我们会为大家第一时间送上 最后一则新闻 就是 Lotus 将停产目前的三款内燃机车型 未来将会全面转型这一个电动车 相信很多的马来西亚朋友对 Lotus 这个跑车品牌很熟悉 因为它曾经有长达 21 年的时间 是被我国的国产汽车品牌 Proton 所控制 但是在 2017 年 原厂把它超过一半股权卖给了吉利 之后就走上了革新的道路 吉利方面 积极地让这个 Lotus 进行转型 未来 Lotus 只会销售电动跑车 而目前的内燃机跑车怎么样呢 将会停产 以 Evora 为首的三款 Lotus 跑车呢 已经正式在这个工厂停止生产 未来这一座工厂只会生产一款内燃机跑车 也就是 Emira 另外 Avia 电动跑车其实也在生产中了 而在明年 Lotus 即将推出的全新 SUV 则是在中国的生产线生产 未来如果要买到纯种的 Made in UK Lotus 应该会非常困难的 早前我们也报导过 Lotus Emira 已经在马来西亚公开预定 如果你是一个莲花跑车的粉丝的话 那么这一次最后一款内燃机莲花 你就千万不能错过了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 每周360 的内容 我个人对这一期的新闻比较在意的就是 BRZ 要来的 你们最喜欢哪一则新闻的 在影片下面留言吧 好啦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